静派调节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他的脾气很坏 我希望他的脾气改一点 不要那么香 不管做什么事 我们有商量 要经过我同意 学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今天来的诉求就是 让各位老师跟我们平平礼 这几年我们经常吵架吵架 好几年了 他每次都说我无礼 是我自己一个人无礼 我认为他要无礼 你说他无礼是指什么呀 这是莫名其妙的 他每次跟我吵架 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吵架 都不知道原因 不知道原因 好 他刚才说他觉得你的问题是 一 脾气不好 态度不好 二 凡事都不跟他商量 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你觉得这是你的问题吗 有这个情况 我有礼的事情我都不让骗 那也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有礼 或者你觉得他无礼的时候 你对他的态度确实会不好 那是的 邓女士认为丈夫脾气差 徐先生却说 妻子不讲理 两人谁都不服谁 日常生活中 他们经常吵得不可开交 而这种状态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刚结婚过两年就在外面打工 二十年没有吵架的 第一十年回老家 住一个店面给你吵架了 原来2014年 他们在县城开了一家夫妻店 专门做电视背景墙的装修 因为经营上的事情 他们经常发生矛盾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邓女士发现 丈夫的脾气越来越大 这个老乡住冰激厂 他不在家 我们两个要跟他谈家 他说好几种管 叫钱 他说不等的 跟他谈谈谈 他一后回来了 他说一后他就跟那个女的说 不是走吗 那个女的说 不跟他说是跟我说 我又跟他说 他说我路说了 他说我路说不该跟他谈那么多 谈不到那个正面去 那你既然写起我路说吗 那你不要我才能快点点保持 就是这些事你又没管 然后现在我来管 你又嫌弃我管得不好 还对我态度这么凶 那我就肯定生气了 你不要我才在那 那我就走啊 他不懂 本来一个背景墙 我们坐起来至少三千八 他谈的教权三千三千二 这样里面我们就没有内容 你走之前 视线不跟他培训好吗 以前是说过了这个教权 不讲的话 我就叫他不讲 还要跟他讲 我就生气了 我说你不要讲 你讲不来 你懂又不懂 你不要讲 你还说了你懂又不懂 他是不懂 那孩子话很难听 这句话 还难听的话我忘记了 每次他有什么事的意图和脾气 不管你受不受得了 你跟他说话的方式 让他很难受很受伤 很不尊重他 你觉得呢 我承认 承认 我是这样的脾气 脾气很坏 反正我良心不坏的 明白 想过要改一改吗 改不了 就是说我们夫妻之间 你应该多多包容一点 就没事了嘛 你是说我发我的脾气 你不要太计较 对了 那不是对人家太过分了 凭什么他一直忍呢 那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 只能原谅我 徐先生耿直地表示 妻子就该包容她的坏脾气 可邓女士 也不是一味地忍气吞声的主 两人一直吵吵闹闹 生意一日不如一日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2019年 他们干脆把店给关了 回到乡下养老去了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可是邓女士却发现 她的这个老伴 总是跑得无影无踪 早上起来了 看手机 手机看到 哎呀 出去了 再打电话 跟她说 我就回来吃饭 一边走路 一边看手机 快回来吃了 拿碗 到隔壁 吃饭 吃好了 碗 吃饭那里 又跑了 媒体把她手机 放到座上的学校 我跟她说话 跟她说百句 她没句话回到 给你家包容 学校不到一分钟 就打个如 宁可抱着手机 睡觉 也不愿意跟你 多说一句话 没有 你三百六十天 天天是这样 就跟你完全没有交流 没有 跟她打电话 就不一样了 周围好 你说打电话 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 它稍微好了一点 嗯 她说 那中午吃饭 陪着你去 觉得为什么 打完这个电话 它就好一点了 我说她不该了 要到这里调节了 心虚了吗 不是她说的完全天天这样不会的 饭完 但在外面就吃饭了 嗯 有时候外面有什么情况去看一下 这样的情况是有 你跟她交流沟通聊天这种时候多吗 不都 她不跟我交流沟 她说她找着你说话 你都不跟她讲啊 哪里有 有时候找你说话是跟你吵架呢 天天玩出去玩 她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上玩没 你这个玩的内容里面 包括和她一起玩吗 没有 她也不会打扑克 我们完全不带她 弹担心 多几个玩得好的 六十几岁老人 所以你跟你的朋友们在一起玩 嗯 其实你就说在家里养老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关键就是每天的状态 是像她所讲的就整天出去玩吗 我跟她那个生活方式是两样的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搞的 没事的话她整天在家里有事情干 我就没事情干 她在家里没事也能找点事干 是个意思吧 她找得到 你呢 我是找不到 我是喜欢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做那个梅猴桃 六七亩 摘了两百块 并不是完全没有干活 她为什么会觉得你就是整天在外面玩呢 她就是说 在那个梅猴桃也是有机械 我没有卖掉 没有卖掉的话没钱 她做梅猴桃 送上来几天 今年走了一个月的时间没有 你问她 那我们出去玩 你够了那个养老的条件吗 你心里觉得不安全是吗 本来就是啊 没有合桃 没有合桃 你拿着贵 你对着一分钱 我不担心 你像我们做酒卖 我刚刚去年学会 一年赚两万块三万块钱 很好赚的 这个你有告诉她吗 你的想法 告诉她了 她说去年是亏本 钱投资就叫酒没有卖 我们去年是学模 我现在我学会了做酒 有的人还叫我们帮她交工 交工我们爷爷交工费 她不相信呢 你说我相信吗 她做这么多年的生意 捐了钱到哪里 她不是说去年才学的吗 那以前我做这个 做哪个 做生意啊 捐了钱到哪里 对于目前的生活 徐先生很满意 她有手机可以看 有朋友可以玩 还有一份喜爱的小事业 但是邓女士这边 就没有丈夫那么淡定 她也没啥爱好 也没人可以说话 更不看好 丈夫种植的猕猴头 而且一说起猕猴头 邓女士就气不打一处来 据她说 因为自家的猕猴头 树苗还没有长大 丈夫便和她上山 摘野生猕猴头来酿酒 没想到在山上 丈夫让她受了很大的委屈 我从二我腰痛了 从三上山去找那个猕猴头 她是起车啊 让我不放心 所以我在身上痛 我也跟她一起去 去的时候 跑得很远很远 没有 我说今天是不要走了 就摘不到也就算了 是摘不到也不想走了 她说我今天来了 我要去看 她还是坚持要去找 我那女士去吗 去吗 又没有 没有了 又走 她说 本来我这个腰 跟她一起出车 那个路也不好走 跑了跑跑 我说腰还痛 后来她又跑 跑得很远很远对方去 我说那这样 我呢受不了了 我说下来 她说那女士下去吗 那我说不是下来的吗 头天晚上 她腰椎发了 我说你今天是不要去 她不放心 开始我也不知道 她那个腰痛有多年重 她说要去吗 然后就去吗 第二天我是跟我一个亲戚 这里明明了我身体痛 一般男人心心 肯定不会要我去了 她这里没有了 我今天不来 明明你再来找 是不是 她就一心一意找猕猴桃 完全忘记了老伴儿身体不行 她只走 一直走 完全没理会你 就是完全不在乎你 是啊 没有说 没有说 她如果说今天我这个腰又痛了 反正现在早也找不到 我们就回去算了 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肯定不会走了 她是没有说 没有说这个话 所以你压根不知道 她是身体受不了 我不知道 上去了 大概有半个小时 看一下都没有 没有的话我卷过来 卷过来 她是在那里发脾气 我那个亲戚 她说今天是怪我了 怪我把你们带过来了 有点不好意思 她还在那里发脾气的话 我却也发脾气了 话已经不好听了是吗 太难听了 吼回事吼了 吼回去了 亲戚她说 你现在这么痛 那你肯定是没办法在吗 不要去的 所以亲戚反而更能理解你 她都不知道 所以你生气是吗 是啊 徐庆仁懂她说的意思吗 关心她几句 没有 生完气就完了 什么后面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我的缺点了 太粗心了 这个我承认的 像我这样性格的人 他应该词说就好了 不要说了一半 让我去猜 猜不到是测证很多误会 徐先生比较粗线条 他顾及不到妻子的感受 也猜不到妻子的心思 更理解不了 妻子的那份委屈 但是当女士却认为 丈夫就是不够细心 不够在乎她 更让她生气的是 今年 丈夫还干了一件 令她受伤的事情 当时 徐先生要给猕猴桃树 搭建围栏 他骑上三轮车 载着妻子 去运送木板 不曾想 令妻子 发生了意外